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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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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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झesis कि ontLEघ dropping -इuming 私 intense - manif comenz -先来 - 气不气 - ה-μur貌 快想好 就跑圆子里来了 去 去 把他抱过去 给薛儿的光培主子送回去 喳 太姐 哎哟 张大人 您这么早就来了 皇上 刚召见完大不练巅国 和朝鲜国使臣 这会儿正更衣呢 您请 四爷一个奏折 就参调了三十多名辅道官员 这是不是也太急躁了 这差事啊 交给八哥他们干 准不会这么干 哎 不过怎么说呢 也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呢 那些个官员 一手从国库里掏银子 一手呢 向百姓敲骨膝髓的 这个 你说 啊 同中堂说得对啊 现在 当考官 收孝脸的钱 当军官 指控鹅捞军饷 捐赋 火号加到二两 哎 这大清的江山 也真得四爷这样的人痛家整顿不可 嗯 昨儿给我听说呀 四爷所到之处都有割谣了 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四爷啊叫回话 老百姓说呢 天不经地不经就怕四爷调回京 皇上 皇上 这口风截然不同 李德权 在 给各位大人拿椅子上茶 这 这应真他们江南一行 搞得挺热闹 你们刚才说的 朕也听到了 是各有各的说法 啊 朕这还真有一份奏折 说这个应真他们在扬州 纵容灾民闹市 逼着那些有钱人呢 捐款 今儿请你们上书房的人来议议 想听听你们的说法 应真 你先说说看 对这份奏折 你怎么看法 儿臣以为 四弟的才具是有的 办事也肯尽心尽力 这次 筹到了款 也够到了粮 也算是 借了朝廷的一次燃眉之计 功不可没 但是 说下去 是 皇阿玛经常开导儿臣们 要以德为本 以人导刑 激烈激诈的手段 并非立身之本 治国之道 要说在这方面 四弟是欠缺了点 那个天津贵顺斋啊 进上来的萨奇马 用的是蒸狗奶子 加蜂蜜 和御膳坊做的不一样 李德权 在 给大人们各上一份尝尝 这老四老十三 家里都怎么样了 他们奔波在外 你这当兄长的 该多关心了点才是啊 是 是 是